2月16日,加拿大多伦多国际汽车展媒体日当天,在大多伦多会展中心,亮相了首款加拿大制造的零排放汽车。 在本次车展上,宝马和现代分别获得2023年加拿大年度汽车和多功能车大奖。 主办方宣称,在接下来的十天中,展会预计将新颖多达两万五千名车手,到场体验19款新式电动车。 金唐人电视台,加拿大多伦多记者站报道。